原來我要擺盆的 Hello 大家好 我是Kina慧晶 今天的content是拍關於錄影的東西 所以也算是vlog 所以現在我就要出發去錄影 是錄這個廣告 等一下也會給大家看看錄影的過程 話不多說 我們Let's go 我們到了 走吧 我帶你去看看 錄影是到底長什麼樣 走 現在是11點30分啦 大家可以看到我是第一個到現場的 所以等一下我要先練習一下 待會要錄的歌曲 當然在這邊稍微分享一下 不管是你在錄專輯歌曲也好 還是廣告都好等等 都需要跟音樂製作人啊 或是創作人啊 就是要有一個良好的溝通 這樣的話你就知道 這首歌要怎樣去演繹 要怎樣去唱這首歌 這個是非常重要 因為當你在錄音室的時候 因為是需要去租的嘛 是需要去booking的嘛 所以為了節省時間 不要浪費太多的租下來的時間 所以before that就要先練好 然後才來上這個戰場 所以呢 要做好功課最重要 所以話不多說 我要先稍微練習一下 我們的錄音室到了 嗨嗨今天我們要做什麼 還問做什麼 當然是錄音啦 OK 所以大家來到這個錄音室啦 這個我們叫Walker Blue 所以在錄音之前呢 就是要先做一個Warm Up Soundtrack so that就是 可以知道你的聲音的大小 如何也沒有爆音之類的 所以在錄的時候 站的姿勢跟那個 麥的距離 就是基本上是這樣子 一個手掌的距離 因為so that 如果你一個手掌的距離 如果是講說你唱低音的時候 你可以靠近一點那個麥 然後如果你唱高音的時候 可以站遠一點哈 我們待會兒 我們要看其他 什麼字幕? 我們要看其他 可以了嗎 看到一個 OK 我覺得可以耶 OK 录完了之后呢 终于可以好好的 介绍今天的录音师 Briant Briant 你在录音的时候 因为今天是录了广告 30分钟 你录最短的时间 是多少 录最短的歌手 不是歌手啦 因为录音通常我们都会 aspect是一个小时 你有没有试过最快录完是多少 就是这样 我自己很pro的 那个才15秒而已 然后再三句话 你要录自己 OK啦 所以这个录音的广告 可能我们稍微 就是讲一下 创作那一边 就是这个广告 是你自己写的 对吗 有没有一些小撇破 就是分享一下 就是要怎样去写那广告 因为广告你刚刚都讲 15秒 要怎么做 才会让人家记得 这个广告 记得 写奇怪一点 蛤 没有啊 就是你要知道你的 你的那个广告 首先好像这样 我要做健康产品 它首先是要什么feel先的 健康产品是比较阳光的 所以阳光里面 如果讲你要记得那首歌的话 你的那个旋律是很重要的 第一 你要create一个旋律的时候 就是想 你要找一些特别的东西 就想要靠feel的话 想等到天光 你都做不完 所以是平时 做practition 你平时得空的时候 你要找一些好听的melody 你会去自己写出来 一些line你觉得是很好听的 但是是unique的 跟别的不一样的 记下来的 就想你敢就平时那边 除下来的 而不是讲 你当场想当场就拿着 这样会很满的 所以在选拟方面 通常都是在五个note里面 Basic Basic来讲是五个note 如果你要做到更奇怪 就是你要study更多东西 就讲这个skill里面 你可以做什么 好像我们讲的 那五例就是Pandatonic 可能它有些Hungarian的skill 又或者是很unique的moods 你拿其他的那些moods 来创作你的歌曲 所以这些skill是帮助你去找灵感 或者帮助你更快做到的东西 你觉得在 在录音的过程上 需要注意些什么 录音的过程上 你是讲 walklist还是录音师 就是录音师 比如讲说 在开始录音前要做的东西 录音前要做的东西 首先你要守你的gear 就讲 如果今天有client来到 你要准备好一切 就讲他一来到 我就要听到我的东西在那边 我们就等你在那里 磨磨磨磨磨到手了 人家都写了 就讲这个人泡不泡 所以你要很熟自己的gear 一样东西 一样东西就是沟通 你要跟walklist 你要拿到什么感觉那首歌 然后你要拿到什么声音 你就要跟他沟通 沟通完了之后可能客人坐在这里了 你要跟客人讲 你坐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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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为什么 好像今天我坐很长的东西 可能在后面看到 他会不会的 他会担心的 所以你可能坐到一半 我们有个break time 不要跟客人解释一下 然后跟好个哈拉一下 然后那个气氛就比较好一点啦 所以整个jobs会比较好 所以就讲说要给顾客要有一个安全感跟信心 然后在录音的时候 因为现场唱跟录音是完全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吧 对对对 所以变成你又要当录音师 又要当心情的导师 就是ok啦 就看你个人咯 如果你不是很喜欢讲话 你不是多点自己工作咯 ok如果你是喜欢 就来人家 你喜欢那个氛围 大家一起开开心情工作 就一回事啦 ok啦 基本上呢 今天的广告录事是完了啦 然后当然也 三十分钟 很快啦 当然也谢谢我们的brien啦 我们都叫他brien老师 不要叫老师啦 叫弟弟 叫弟弟 叫姐姐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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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打过我的 ok 所以当然也非常感谢 就是brien啦 就是有分享一些 就是录音前所要做的一些 呃 功课 小PEPPO这样子 当然就是 因为今天是录馆干嘛 所以他也有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就是 需要跟client就是有一个互动 然后当然就是要 最主要就是要给他们有那个信心 跟安全感啊 YES 所以当然 因为我们录音哦 我们在录音师录音啊 其实是有time limit的 就比如讲说你voke一个小时 你就要在一个小时内录完的 嗯 所以 在录音前 需要就是跟录音师啊 跟client啊 或者是跟一些就是 音乐制作人员沟通 讲说这一首广告 这个广告 或者是 专辑要怎么去录 然后before that就是要去练习 其实 不然的话就是 你一来到录音师练习的话 全世界在这里 你会 你会就是 会占用了很多时间 我都没啊 是 然后如果是超过那个时间的话 嗯 你要另外pay 哈哈哈 pay是小时啊 你要承受那个压力是另外一回事 对 很紧张 所以呢在录音的过程 我觉得就是跟 Brioran合作的时候 觉得就是还蛮放松的 因为我们两人的性格都是比较 比较爱玩 他比较爱玩 ok 我很认真啊 因为为什么 因为认真有认真 就是认真的玩 玩的很认真 因为就是玩的啦 对啊 因为如果你越压力 你可能就录得更糟糕 等一下 我们是Entertainment行业 是 因为我们录出来的东西 是给观众一听 给听众听嘛 所以如果是自己也 就是在压力的 氛围之下录的东西 变成他的那个声音录出来 也是压力的 就那个比喻就好像 以前学钢琴的时候啊 老师用 折腾针 弹错了 是 当然也是要看歌曲啦 因为刚好今天的歌曲是比较 ok的 就是比较fun的 如果是讲说录一些歌曲是比较上感啊 或是比较愤怒的 可能那个又不一样 你要弄哭他先 是 真的 你要失笑 我曾经有扔过一个学生哭 就是他刚好录一首歌 然后那首歌是讲关于恋爱 就是那个恋人分手的 然后我就讲说你真的唱不到那个感觉 录不到 跟你的男朋友分手 然后 然后 然后他是单身 ok 然后过后我就跟他讲说 我们来 我就关完所有的灯 我就跟他讲说 来我们来分享一下故事 所以讲路易斯有时很坏的人 要挖他们内心深处的东西 结果他就讲讲讲 讲了之后就哭了 我看到他一流泪一哭 讲话有点抖 我讲说你现在跟我马上进去录 他是听到你故事哭啊 他自己的故事 他自己越讲越酷 因为他想回去以前发生的事情 ok 半年追不到那个女生 他是女生来的 就是爱又爱不到的一种 ok so by the way 今天的广告就录完了 然后氛围也很好 然后就很快的30分钟录完 我也是打破我的记录 ok啊 因为之前每次 也看谁帮你录啊 所以他很厉害 我们都很厉害 所以两个厉害的人在一起 就很快就弄好了 so 一个 so 一个 好啦 我们的Vlog就到此为止啦 ok 我们下一期再见 bye bye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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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